嗨,大家好,我是让你们不花一分钱保持身体健康的少林功夫教练 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一下少林功夫 在学习少林功夫之前,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少林寺 少林寺位于五岳之中,中岳松山,建于公元495年 是北魏孝文帝,为了安知印度高僧巴陀尊者 在少氏山,五辱风下的竹林中建了一座寺院,取名竹林寺 后来,巴陀尊者建少氏山为五雄壮 从而有少氏山的雄壮与密林的幽深,合二为一,改名为少林寺 公元527年,释迦摩尼佛第28代弟子菩提达摩 也就是我们的达摩祖师 来到了少林寺出祖安后,由于天然石洞 达摩祖师在此洞内面壁九年 洞中石壁上映出了祖师的样貌轮廓 现在称达摩洞 好吧,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再说精彩的二组断壁求法 接下来我们学习少林功夫中的基础拳 小红拳 开始 预备式 全身放松 双脚岔开 与肩同宽 脚尖朝前 双脚平行 双手抱拳与腰间 双拳全面不可超过肚皮 第一个动作 怀中抱月 双手由拳便掌 双脚 左掌在下 右掌在上 蝶鱼肚齐处 双目平四 动作交完了 大家学会了吗? 每天抽出几分钟 锻炼一下 轻轻松松学会少林功夫 我是让你们度花一分钱 保持身体健康的少林功夫教练 喜欢我就关注我 点赞、评论、转发 与我互动 我会每天下午五点半 准时更新 不见不散